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员看中国 我是善语 男生说都说喜欢大众 所以这几个月我把仓库的大众都堆满了 大几百台上千台应该是有了 各个价位各个型号的都有 我买了20多款的大众回来 全是批量的从主机场拿回来的 根本卖不出 价格比国产车便宜 销量还不如国产车 这位男子的话表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消费的降低 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作为知名的品牌大众汽车 在中国已经卖不动了 男生说今年那个车是非常的不好卖的 你就比如说我们大众的图昂 原来说实话 你买图昂的成本至少是30来万 毕竟是一个车长5米 轴距接近3米的一台大型的SUV 但是现在价格不一样了 你就比如说我旁边的380 四驱的尊崇的豪华版的图昂 原指导价卖34万5千 现在是全款下9万 国股地补审补全部都可以做 还有一个330的尊崇豪华版 原来你卖25万多26万多 现在又会10万多块钱 现在相对落地 才245万256万 全款价格非常的便宜 车市的萧条 市场的竞争压力 库存的积压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这些因素导致知名的品牌大众图昂 即使大幅的降价也难以卖出 大众汽车集团近日公布了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的业绩 财报显示 中国市场今年1至9月的整体的营业利润按比例分配是11.8亿欧元 今年预计为16亿欧元 这个预计比2023年的26.21亿欧元减少了10亿欧元左右 这个盈利水平也将达到最近几年的新低点 从数据来看 今年前三季度 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交付新车205.66万辆 同比下降了10% 其中三季度交付的新车71万辆 同比下降15% 中国市场一直是大众关注的重点 甚至在美国和欧盟着手 去中国化去风险化的大趋势下 大众汽车依然坚持在中国为中国的对华策略 如今大众的内燃机汽车销量大幅下降 电动车战绩也不理想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已经风光不在 据彭博社报道 大众在中国南京的工厂可能会面临着关闭 从长远来看 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其他工厂也可能受到影响 大众品牌斯科达尤其受到需求下降的影响 大众的汽车与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的合作 已经近40年 截至2023年底 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员工总数超过了9万名 据消息人士透露 大众南京工厂最早可能于明年关闭 原因是中国对内燃机汽车的需求下降 南京工厂年产能36万辆 主要生产大众的帕萨特车型和斯科达品牌汽车 大众汽车位于上海的一家工厂 于两年前停止生产 并搬迁至安亭的新工厂 专门生产电动汽车产能为30万辆 据彭博社消息 上海的第二家工厂的产量现在也将减少 关闭也是可能的 但尚未做出决定 此外 大众汽车的品牌斯科达在中国面临销量大幅下滑的危机 因此正在调整营销和经销商网络 希望扩大二手车的市场 去年斯科达的产量下降了一半以上 不足2万辆 消息人士称 斯科达宁波的工厂已闲置数月了 可能会考虑关闭 在中国 大众汽车39架工厂的产量去年下降至310万辆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的数据显示 与疫情前的产量数据相比 产量比峰值降低了四分之一以上 据彭博社报道 上汽集团与大众汽车的合作利润 在去年5年中也有所下降 从最高的280亿元人民币降至2023年的31.3亿元人民币 目前尚不清楚大众何时会宣布有关中国工厂的决定 然而消息人士透露 大众汽车集团的各种削减已经开始 趋势在不断的恶化 并且很难逆转 大众汽车于10月30日公布的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大众汽车集团净利润同比暴跌63.8% 由去年同期的43亿欧元降至15.7亿欧元 其营业的利润同比下降42%降至28.6亿欧元 第三季度的营收为784.8亿欧元 去年同期为788.5亿欧元 营业的利润从6.2%下降至仅有3.6%了 为四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而今年的前三季度大众汽车集团的营业利润 从去年同期的162亿欧元大幅降至129亿欧元 营业利润率也从去年同期的7%缩减至5% 其中集团的核心大众品牌的营业利润率仅为2%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大众汽车全球销量为652.4万辆 同比下滑2.8% 其中第三季度的销量为217.6万辆 同比下滑7% 中国是大众汽车集团销量下滑幅度最大的市场 2024年前三季度累计销量205.7万辆 同比下滑10.2% 在中国市场 今年比亚迪已经超越了大众汽车 成为销量第一的车企 大众汽车集团的首席财务官阿诺安特利·次 对此解释说 利润下滑是以高昂的工资和能源成本较低的需求 以及对电动汽车等新车型的昂贵投资拖累了盈利 与电动汽车转型相关的成本也给了大众品牌 大众的集团核心品牌 9个月的盈利带来了压力 安特利·次表示 该公司已经花费了49亿欧元 用于电动汽车转型的开发和投资 导致核心部门的吸税前利润 截至9月底降至13亿欧元 此外 大众在中国的业务疲软 也是影响财报表现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业绩下 大幅的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已经非常迫切了 现在 这家汽车制造商已经提出了高达100亿欧元的降本计划 这预计会通过大规模的裁员和降薪来实现成本降低 为了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力 大众汽车集团的劳资委员会 10月28日在德国夏夏克森州的沃尔夫斯堡 举行的员工信息发布会上宣布 管理层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德国境内的工厂 裁测数以万计的员工 并收缩起在德国所有的剩余工厂的规模 德国大众汽车的董事务已经制定计划 将在表现不佳的乘用车的品牌上 节约约40亿欧元 这些提议包括员工的月薪削减10% 暂停2025年2026年的工资增长和关闭部分德国的工厂 大众汽车工会主席丹尼拉·卡瓦诺 对位于沃尔夫斯堡最大工厂的数百名员工表示 管理层对此绝对是认真的 这并非集体的谈判中的剑把弩张 这是德国最大的工业集团在本国开始剖手计划 卡瓦诺补充说 计划包括工人的薪资削减10% 并冻结明年及后年的加薪 其他的措施包括取消集体谈判协议中的奖金支付 这将导致部分员工整体减薪18% 同时将部分的工作转移至国外 或者外包给外部的供应商 它为具体说明哪些工厂会受到关门影响 也没有说明大众集团在德国大约30万名员工有多少人可能被裁减 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Michael Dean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通过关闭工厂大众汽车集团预计每年可节省25亿欧元 即每辆在欧洲销售的汽车可节省约1900欧元 大众并非唯一一家在中国汽车销量下降的汽车制造商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疲软 接连多家的国际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遇错 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近期公布今年第三季度财报 整体优于华尔街预测 但中国的市场表现并不理想 尤其是合资企业上汽通用的月销量仅有2.2万辆 暴跌近80% 今年前三季度在中国市场已亏损3.48亿美元 曾经在此前十余年间 一直是中国汽车销量最高企业的上汽集团 10月10日发布的公告显示 今年9月公司整车的销量为31.3万辆 同比下降35% 累计销量为264.93万辆 同比下降21.56% 随着中国经济下滑 汽车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外资纷纷撤离 在德国的大众汽车计划关闭 在华的工厂之前 日本的本田汽车已经开始关停中国的生产线 7月26日 本田与中国合资的东风本田宣布 旗下的武汉第二工厂的生产线 将于今年11月暂停生产 此外本田汽车还开始大规模裁员 广汽本田从2023年底以来裁减了约3000人 东风本田近日也宣布裁减近2000人 而且未来可能会扩大 去年7月 日本的30汽车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或者是回到日本国内 这次减少日本对中国的依赖 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 据报道 截至2024年已经有约150家到200家的企业 决定将部分和或全部的生产活动迁回日本 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中 过去几十年间 中国延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 一直吸引着外国企业赋华投资建厂 然而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急速下滑 人口老化国内政治管控不断升级 加上中共与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导致外资企业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9月13日 丰田集团旗下的日野汽车宣布 将停止在中国生产柴油发动机 其子公司上海日野发动机 将于9月30日停产 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 新日本的制铁公司早前宣布 在今年8月29日合同期满之后 完全断绝与中国保钢的联系 退出中国进而进军美国 印度东南亚等市场 8月份 沃尔玛宣布完全退出京东的股东行列 以3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持有8年的股份 美国计算机的巨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8月也关闭了在中国的研究机构 推出在中国的所有开发业务 8月20日 日本的科尼·卡美能达 在无锡市的工厂将于明年全面停产 预计裁员超过1300人 8月初 瑞士的利布海尔发布声明 将关闭徐州的混泥土的业务工厂 同期日本佳能位于苏州的工厂开始软裁员 据凤凰网报道 2021年佳能的中国员工数量 从1500人减至1300余人 同时关闭了全国10个事务所 以及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的4家分公司 2022年佳能出海的工厂关闭时 裁员赔付方案就曾引发广泛讨论 而苹果公司自疫情爆发之后 也在加速撤离中国 将工厂分散到印度和越南等国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4至6月 中国的国际收支中 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148亿美元 前6个月减少了约50亿美元 彭博社报道 外商对华的投资 在2021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440亿美元之后 近年来出现下滑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 加速了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 中共商务部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外商直接对华投资创下了 自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 中国的对外投资则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年第二季度 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71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80%以上 近年来 中国企业一直在加大向海外的投资力度 将资金投入到电动汽车和电池工厂等新型的项目中 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还显示 衡量中国贸易顺差的异常指标持续增长 第二季度达到了创纪录的870亿美元 据日经新闻报道 今年第二季度 从用于工厂建设和并购的资金来看 从中国流出的金额超过流入的规模 这是自1998年启动统计以来 第二次出现负增长 资本外流超过了2023年7至9月的121亿美元 台大经济系教授樊家中表示 当外国的资金撤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而且没有任何减缓的趋势 你就看得出来 未来这几季至少展望明年 情况就会很不乐观 投家中强调原来在中国投资 多的外资都在撤 甚至中国的自己的企业也在撤 预期接下来的中国外企往外撤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想要避免关税的问题 中国经济事务专家 美国的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 下一个倒下的骨牌很可能是中国的汽车产业 谢田表示中共当局以补贴政策推动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发展 导致大批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产商 瞻先恐后的建立投产 但是现在看来 即使在政府补贴的支撑下 很多汽车企业也是亏损严重 如果没有补贴 这些厂商可能马上就撑不下去 而且政府也不可能老是这么补贴下去 再加上中国新型的电动车和自动的驾驶行业 在全世界受到封堵 预计汽车行业接下来可能会出现倒闭和煎饼大潮 还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猜源 中国最大的汽车网站汽车之家 9月16日发布新机称 梅塞德斯的奔驰已经不再持有腾市的股权 由比亚迪持有这家公司的百分之百的股权 腾市正式从中外合资转变为比亚迪独资控股企业 中国汽车行业不断上演价格战 使得各大车企陷入越卖越亏的困境中 随着利润率不断下滑 许多车企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未来汽车成为亏损王 今年上半年 经营利润为负103.84亿元 销售车辆数只有8.74万辆 等于每卖出一辆车 平均亏损高达11.88万元 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国今年前9个月的汽车行业 整体利润率为4.6% 低于下游工业企业平均获利率6.1% 9月利润率总额仅有人民币324亿元 同比下降28.55% 利润率为3.4% 不仅是今年以来最低 也是近四年以来第二低的月份 界面新闻报道 这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激烈现状 压缩利润 换取销料和市占率 是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做的选择 早在今年4月 中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就表示 汽车价格下降的原因是市场供过欲求 电池成本降低等 该中心说 2023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量944万辆 按年增长三成 行业的数据显示 2024年仅比亚迪华为旗下的问界理想 三家的计划交付量就增加了230万辆 而市场需求预测仅有210万辆的增量 市场长期处于供大欲求的状态 近期全国的陈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 对媒体披露 中国的汽车厂家 目前手上还有超过340万辆汽车的积压 而今年各家上市的车企公布的上半年销量数据显示 上汽集团 广汽集团 东风汽车集团等大型的汽车集团旗下的 合资车企的产销量均有大幅的下跌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的教授 孙国祥表示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是导致损失 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由于市场供应量过多 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 尤其是在中低端的市场 车企不得不透过降低价格来吸引消费者 从而压缩了利润 此外为了应对中国大陆政策变化和补贴逐渐的取消 许多企业加大了投资力度 导致成本增加 而市场需求未能迅速消化扩大的产能 进一步加剧了亏损问题 因此产能过剩是影响行业盈利的能力的关键原因之一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员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